在汐止长江街 因为道路路宽大概只有6名左右 尤其在靠近高速公路寒洞这一段 除了汇车困难之外 没有人行道也是引起民怨 因为每天都有很多人走在大马路上 雨车针道真的很危险 在5号当天上午 市府仰工处就到现场进行路边的水泥波道 违章拆除 不过地方认为这只是治标不治本 希望相关单位尽快找出解决办法 就是这一段长江街路不止也不宽 大约6米的道路 如果大车经过都得像这样 先在宽一点的地方停等 因为无法汇车而道路不够宽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人行道 里长谢作明表示 道路要进行拓宽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 这长江街道路整个只有一个 像样的道路只有在世贸道路 那一段前面的广场那一段像个道路而已 赶快编列预算 赶快征收 然后像回归让人民 让车辆能够比较顺畅通行 对行人的话有一个保障 两侧再来赶快吃座人行道 这样比较一劳永逸 其实你这样子 你一点点 没说实际上真的好够 你对一个不方便 但是对很多人行的方便 是好但是不能够 实际上做到治标的标准 在5号上午 市府养工处相关人员 就在现场进行路边的水泥坡道 违章拆除作业 里长谢若敏 以及一旁的店家都表示 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真正的解决办法 就是公园预定地 赶快征收座公园也偷款道路 长江街从1号开始到97项口 对行人占于水沟盖的阻碍人行通道 那现在已经下来实施 实施说要把它拆除了 让行人比较好过路 但是这个实际上 不是只能够治标资本的一个方法 希望最重要的 长江公园赶快征收 做一个适当的一个 底下做一个停车场 然后长江街扩宽 道路拓宽 然后最好是新建那个公园 然后下面建那个地下停车场 然后才能解决这边塞车的状况 这个会塞车吗 会啊 早上上下班时间的时候会 对啊 就是因为路不宽 衍生出了好多问题 地方就希望政府单位赶快征收 这个缩了十多年的公园预地地 拓宽道路 还有加强取缔违规停车等等 还给用路人顺畅安全的通行空间 接下方将戏子长报道 网路人顺畅